好 最近消息 美国又发生了严重的枪击案 至少已经有11个人中弹 两个人当场不幸死亡 而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呢 这起击案是发生在 宾州匹兹堡17号的凌晨 当地的一栋Airbnb民宿 聚集了200多人 接着爆发了这起冲突 嫌犯拿枪对人群连开了50多枪 造成死伤之后逃逸 当局警方现在已经展开追气了 并且调查枪击案发生的经过 还有嫌犯的犯案动机